勞動部霸凌事件再延燒 分署長下令封口全曝光 遭指控霸凌的分署長 在內部會議要求大家對外不准說 分署長說扯到霸凌太沉重 因為死者走得很平靜 也感謝每一位同仁 而這些話竟都是透過通靈得知 對此勞動部表示 調查小組十二號起將進行 相關人員訪查 分署長也已經請假 靜候調查 外界誤過度揣測 造成二次傷害 勞動部八號的時候說要重啟調查 但是十一號的時候又說 隔天要重啟調查 請勞動部先面對自己的失職 以及失信 上百封檢舉信函 還未查清遭控霸凌的主管 就以通靈當藉口 下令要封口 也難怪內部不滿 檢舉不斷 DVB的新聞 綜合報導